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用了三年了 因为他跟我们的农军队经常要通电话 他的儿子一个就在我们农军队工作 农集团的工作 他儿子他还在给我来信上 公布了他三个手机的名字 这个号码 所以人家不是你想象中那样 好像蛮荒之地 好 所以现在马总统是松了一口气 人家也真的有在用手机 会问哥怎么看 刚刚我跟光琴还在讲说 外交部长不要管这个事情 结果马总统也跳下来 其实是转移交点啦 我觉得这个整个南太之旅 我整个TOTO来讲 他这次去拼外交的总统状况 包括南韩的那个军舰沉下去 综合起来马英九是扣分的啦 那马英九这一年多以来就是加分的少 扣分的多 加重起来就是民调二十几%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左驾右驾的 送手机的 我刚前面也跟主持人特别强调 他不是送一支啦 你是不是要叫每一个收到手机的人 就刚有华兄讲的 每一个都写一封信来 哦 非常感谢你啦 送我手机什么的 还公布号码 主持人 那你也公布一下你的手机号码好了 我又不是酋长 你不是酋长 对啦 哪有人就公布到公布号码这个地步 你知道吗 有台还打电话去你知道吗 真的啊